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来自生态环境部环境国务院的董正峰 我今天给大家报告交流的题目是 政策创新推动探查峰 大家都知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 是全球面临着作为迫切的严峻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的联大会议上 郑重向国际社会承诺 我们要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年前努力实现碳中和这么一个愿景目标 双碳目标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举措 在国际上也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我想这个里边就是有这么几个方面 今天我想给大家交流的 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政策的含义 第二个就是谈一谈我们这个十四五 怎么样通过政策创新来推进我们的这个碳达峰 这个目标的实现 第三个讲一讲我们怎么样去加强实施的这种推进 我想第一个呢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这个实现这个碳达峰和这个碳中和的目标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我们知道呢实际上从国际上来说呢 这个碳达峰很多的这个发贷国家呢 基本上是有点这个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就到了一个这么阶段 那么国家实际上现在面临着这个非常这个严峻的 这个来自于我们这个这个这个发展中的一些挑战 那么结构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 产业结构过重 能源结构呢还是以这个这个煤炭为主的这个结构 也是不是说一下子就能调整过来的 当然还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结构性的一些问题 我想对我们来说呢都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那么要想在这么一个我们的这个客观的这种前提下 要实现2030年前的打峰 那么我们需要这个加速要去推进 那么实际上呢国际社会反响最大的 还是我们在这个打峰之后 从打峰到中和那么这么一个这个努力 国际上一般呢 这个从打峰到中和的这个时间 是在这个40年到70年 那么咱们国家呢实际上是这个中间就留了这个30年的时间 所以我想这个挑战啊 尤其是对我们中国目前这个发展阶段来说 是非常之大 那么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我想政策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碳达峰碳中和这个双碳目标中应该起到这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政策应该讲呢 是给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打峰和中和的工作 那么也提供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个动能 那么政策这个创新的这个够不够啊 应该讲直接影响了我们这个推进这个打峰和这个中和的力度 当然我今天主要是想给大家交流一下这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碳达峰 那么在这个总理思路上呢 我想呢就是目前还是这个基本上啊 大家还是比较有这个共识 就是我们要这个应对气候变化和这个生态环境保护 这个协同为主要的这个为主要的思路 那么我们也就是说要把这个降碳减污协同 是吧 作为一个这个重要的抓手 那么我们落呢 落在这个这个我们的行业上啊 落在我们的这个地区上 落在我们这个相关啊 各个的这个实施的这个主体上 那么具体来说呢 就是我想一个是到这个行业啊 就是我想我们这个主要的一些这个行业部门 像这个钢铁啊 化工啊 水泥啊 火电啊 这个建材啊 包括呢 你像我们的这个建筑 像这个交通部门 那么这些主要的行业部门 实际上占到我们这个碳排放总量的 是吧 90% 90%左右 那么我想呢 把这些主要行业部门的这个达峰工作做好了 那么我们2030年前实现这个碳达峰 我想这个可能基本上我们就有把握了 所以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对着这个针对这个碳达峰啊 这个行业的这个碳达峰啊 重点行业部门的碳达峰啊 首先我们是要去考虑的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我想第一个 我们要去抓的 要抓好目前的这个单位GDP的这个碳排放量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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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度指标 那么可能呢 就是要向这个总量的这个指标去调整啊 因为这个达峰 它是讲一个这个总量的一个指标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在这个这个政策的一个思路上是吧 就是我想可能要有一个逐步的调整啊 逐步的一个调整包括在这个阶段呢 可能我们首先要去抓一些这种四点性的一些东西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到了我们这个行业的头上呢 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 就是我们要去强化啊 它的这种监管 那么这个监管呢就要落到我们现在的 像这个排污许可证啊 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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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上去 因为这个许可证是我们点源监管的一正式的载体 那么这个碳呢是一个新 这是一个新东西或者说新形式新要求 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碳的要求 把进入到我们这个许可证的监管上去 就是我想是我们下一步完善这个排污许可证 那么需要继续考虑的考虑的这个事情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想我们要从这个整个的 这个行业企业的它这个生产过程的这个角度去考虑 就是说我们以前的清洁生产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要做进步调整 以前清洁生产主要的还是侧重于这个碱污啊 这个资源的节约呀 这个能源的节约呀 我想这个降碳呢没有作为主要的因素 那么我们在这个清洁生产的这个评价 包括这个一些这种审核等等 我们要做这个进一步的一些调整 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这种市场调剂的手段 我想会做一些这种重大的一些创新突破 包括呢现在这个碳市场的这个交易 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从过去的这个试点 开始向这个全面推开 那么去调整 那么目前呢已经在这个火电行业开始 全行业推开了 我想在这个下一步呢 我们这个行业它的这个范围要进一步去拓展 我们的这个交易的规则要进一步的去去科学 去去去合理 确实能够去发挥好我们这个碳市场 在这个降碳中的这个这个提高 它这个降碳的效率这么一个作用 当然还有一个这个经济政策 我想需要去提的 那么就是金融政策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达峰这个包括以后综合 那么我们的这个投融资的这个资源 这个政策 这种资源是我们是特别特别需要去这个去着重的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想这个气候的金融 有很大的一些创新 包括一些在这个信贷呀 债券呀 包括这个基金呀 这个等等啊 这个不同的政策手段 实际上有很大的创新的空间 那么第三个我想点的呢 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碳税这个等等这些定价的一个手段 实际上这也是国际社会上非常常用的一种手段 它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信号 可以对这个大家呢 有一个这种导向作用 我想像这些呢 可能需要我们去研究去去谋划 那么我想从行业上呢 我们有这么多的政策啊 需要去去去去去去进一步的去创新 去去突破 当然来就是说 在行业上还有一些这种支撑的一些政策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国家发改委呀 生态环境部呀 工信部啊 都有一些这种名录清单 这个这个包括供应链相关的政策 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些支撑性的政策 但是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比如说发改委 它有一个这个低碳 这个技术的一个推广的名录 我们这个生态环境部 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个综合名录 那么以前呢 我们可能对碳啊有些考虑啊 但是呢没有讲的这么重啊 没有考虑的那么多 我想呢 像这些名录的一些政策 都是起到一个这种是吧 这个支撑啊 或者说给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政策 提供一个出口 那么这些政策呢 我想可以进一步的去去去去去去 加大我们的力度啊 在这个高碳呀 这个低碳方面啊 有所区别啊 建立这个不同的这种差异性的清单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我想就是说这个要落到我们地区上 你比如说 首先我们在这个重点区域上也有考虑 那么对于经经济来说啊 像经经济分野平原 这都是我们这个大气污染 这个治理的这个重点区域 那么我想对我们这个降碳的色情 同样啊 也那么重点考虑的区域 可以这个统筹 协同去考虑 那么包括呢 就是说我们在一些这种美丽中国的一些 先行示范区啊 这个等等啊 生产不明的国家生产不明的实验区等等 有些这种条件比较好的啊 积极性比较高的 我想都可以优先选择这些区域 我们去着力的这些技巧 那么我想这个重点 我们的工作还要落到这个我们这个省啊 省的这个头上去 那么这个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我们把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要求 是吧 这个包括这个强度的指标也好 这个总量的一些指标也好 这个等等 这个层层分解下来 那么我们在这个省一级呢 也要建立相应的啊 一个一个一个 就是说这个达峰的啊 这么一个政策的啊 一个目标啊 它的一个政策的体系啊 去支撑我们的这个啊 支撑我们的目标 当然我们从这个政策推进的思路上 可以把这个不同情况的省份 给它分分啊 这个几个方阵啊 你比如说像北京啊 这些地方这个条件好的啊 或者说已经都达到了 是吧 它这个相对来说 这个难度比较小一些 我们在这个政策的力度上啊 可以这个啊 这个就是说更加的是一个鼓励性的 鼓励它这个更多的去这个开展 这个探检牌的工作 那么有些呢 可能对这个达峰的工作 它相对来说 有条件啊 但是需要努力呢 是吧 可以啊 可以很好的思想目标呢 我想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政策上 给它这个去进入的去加加劲 那么有些难度比较大的啊 我想需要更大的啊 更大力度的政策去激励它 所以我想这个主要讲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方阵 有一个差异性的这种政策的这种激励 调节在这里面 当然还有一个第三个 我们考虑的这个地方层面的一个因素 就是说要到这个城市 要到城市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不同的城市 还有不同的情况 那么城市我们也是碳排放的 一个重点的一个抓手 是吧 就是75%的碳排放 实际上都在这个城市的空间 那么对于城市呢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去分一分 这个不同的方阵 那么有些这种差异性的这种评价考核 和差异性的一些这种政策的 一些设计 来去推进这个不同城市 来去这个提次性的去达标 最终呢 就是确保我们在2030年前 我们整个这个达峰的这种工作 能够这个顺利的去实现啊 那么这是我想讲的这个 这个第二个方面 这个第三个方面呢 我想就是要做好 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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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的啊 这个政策创新工作的这个推进和这个实施 我想第一个呢 可能加强这种协调 这个建立这个有效的啊 这个高效的这种协调机制 可能还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这个碳排放这个事情 实际上涉及到这个很多的很多的部门啊 由我们这个产业的部门啊 经济的部门 资源的部门啊 这个环境监管的部门 这个等很多的部门 那么它是一个系统的系统性的 这个复杂的啊 一项这个工程 那么需要这个多个部门呢 协力去推进 那么我想在这个里面呢 就要建立有效的机制 明确 在明确大家这个达峰的啊 这项这个坚决的任务 那么各自权责分工的基础之上 是吧 通过这个机制呢 来去啊 来去保证大家呢 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路径 路径是吧 能够去稳定去啊 去推进 第二个呢 我想还得要夯视好 我们这个法律的啊 这种支撑和保障 立法是一个基础性的东西 我想在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 这个达峰也好 这个综合也好 我们在立法上的支撑 还是非常薄弱的 我觉得我想呢 在这个里面 我们需要这个去 进一步的去探讨 这个去研究啊 推进我们立法工作 你比如说 我们这个探综合的这个事情 要不要起早的 这个去开展这个立法 去去做这个相关的支撑工作 包括这个碳达峰的一些这种塑情 就是我想都可以在里面有一个综合的考虑 因为说到底呢 达峰和综合是两个阶段 但是一个事情 实际上呢 前面我们这个达峰的这个峰值 能不能早达到 或者说你峰值的高力 直接影响我们后续 这个碳中和的这个目标的实现 所以我想呢 就是可以考虑 像这个碳中和的这种促进法 去推进 包括目前的我们这个碳市场的这种交易 这个管理办法都还在一些暂性 我想都可以进一步的去完善 那么还有呢 当然还有一些这种标准的问题 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能力建设上 非常薄弱的一个方面 无论是在我们这个监测的 还是在这个核算的 这个评价的 这个管理的一些标准方面 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 这个不足欠缺 甚至空白的地方 我想这个 我们这个碳达峰的 这个标准体的建设 也是我们去 去落实好这个立法 这个等等 相关的一个重要的 这种基础性的工作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我想就是说我们要 在这个科技的这种创新和应用上 可能是需要我们去着重的 因为这个time的这个事情 确实我们在这个技术支撑上 显然现在还没有到达一个 非常这个高的这种 就是这种技术的这种水平 我想就是说 在这个我们这个终端能源的这种 这个电气化的一些使用 包括呢 就是我们的一些这种氢能啊 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减污降碳的一些 这种协同的一些技术呀 这个碳补基 这个碳封存的一些技术呀 这个包括我们一些 核聚变的一些技术等等 我觉得我想都有很多的 需要我们去去去去研发 去去应用去推广的 甚至可以说呢 就是我们碳达分可能还好一些 那么在这个碳中和 可能需要我们一些这种 颠覆性的技术突破 才能有效地支撑 我们这个60年前 实现这个碳中和的目标 所以我想这个科技的这种 创新应用可能至关重要 当然这个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信息的共享 信息的共享和运用的这个机制方面 我想呢也需要去加强这个能力 这个time 就是刚才讲到 涉及到这个多个不同的部门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信息呢 在这个上下左右互通有 通过这个信息的打通 来提升我们这个整个 打风的这种管理的这种能力 形成一个的这个社会治理的这个合力 那么我就先讲啊 这么三个方面 这个刚才呢 主要的就是从我们这个打风 这个综合 碳打风碳中和 这个双碳目标的 这个重要的政策内涵 那么还有 我们这个打风的 这个政策创新的思路 以及这个打风的这个实施 特性的建议 这个几个方面呢 这个讲一下这个我的观点 这个希望呢 给大家这个共同的 这个交流探讨 也这个希望就是我们的这个 太和这个文明论坛 能够这个圆满的召开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